在美国和伊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期一坚决表示 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中以英文大写 伊朗永远不会拥有一枚核武器 伊朗之前一天曾经表示 它不再限制用于有龙宿的离心机数量 这个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核协议 伊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到任何实际的限制 包括有龙宿水平和纯度 龙宿物质的数量以及研发的活动 伊朗未有发出将制造核武器的明确警告 伊朗一直都否认要制造核武器 它还表示依然会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 自从特朗普总统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 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 伊朗就开始逐步放弃它在该协议当中所作出的承诺 而在另一方面 在星期一德克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悼念死美军空袭的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 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发誓要向美国进行报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 如果伊朗报复 美国将会轟炸伊朗的文化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